如果你真的对吉他感兴趣 希望学到点东西 能把它当作一生爱好的话 那就买一把力所能及的好琴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先搞一把一般的 能学好的话再换 这想法没错 也应该是这样 但有些人太弹便宜 太舍不得了 买的琴 连一般都算不上 妥妥的烧火棍 别说弹得好不好听 连音都不准 按弦也很痛 这能念好吗 好多人放弃 就是因为琴不行 按着相当困难 以为弹吉他 就是这样难受 直到换了合格的琴 才知道以前那把垃圾琴 浪费了多少时间精力 80年代 一把红棉吉他 几十百百元 那时的月工资 也就百百元 明白我的意思吗 说直白点 按现在的生活水平 花一个月的工资买 如果你特别特别省 至少拿出一半的月工资 大学生的话 有条件至少千元左右的 你可以打假气功 也可以让家里支持点 学吉他 是好事 至少比打游戏强 有工作的成人 那就不要舍不得 至少两三千往上走 好的吉他 有更好的音质和做工 能带来更好的演奏体验 能让学习更加顺畅 很多年都会为你提供 持久的乐趣和价值 一把琴 是能陪伴你很久很久的